大家好 大家早安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台风消息的部分 从前世路径上来看 目前烟花台风 第六号烟花台风距离 台北大概是北北东方5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 那预计呢 它已经相当的接近了浙江 所以预计在未来12个小时之内 它就会登陆到前塘墙口这一带的区域 那而且它进去之后呢 其实移动的速度是比较缓慢的 甚至会有点滞留打转的状况出现 所以预计对于这一部分区域的影响时间会比较长 那强度的部分目前它还是一个中路台风 预计登陆之后呢 强度上也会明显的快速的减弱 这是在烟花台风的部分 另外第八号台风尼伯特 目前距离台北大概是台北的东北东方 29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 那它会持续的往日本本州北部的这个方向上来移动 那也可以从前市路径上看到 其实它在27 28号之间的时候呢 就有可能登陆到本州的北部 那距离东京的部分也没有太远 所以预计在那部在那个地区的天气会多多少少受到它的影响 而且在前市路径上来看的话 其实在东京呢 其实也是有可能在它登陆的范围之内 那另外强度上来讲 它目前来讲还是轻度台风 那预计它未来的增长是有限的 所以在登陆到日本之后呢 其实我们预计还是以轻度台风这样的强度的 强度来登陆日本的几率是比较高 而且在28号的时候呢 它就变性成温带曲旋 这是在第八号尼伯特台风的部分 那至于台湾地区的天气呢 我们就由地面天气图上来为大家做个说明 从天气图上可以看到 目前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季风潮 那季风潮目前来讲是以第六号烟花台风 跟第八号尼伯特台风为中心的一个季风潮的形态 那台湾在季风潮的南面 所以台湾地区是盛行西南季风这样的天气 盛行西南风这样的天气形态 而且这样的天气形态 西南风的天气形态未来会持续一周 所以对盈风面的中南部地区来讲 未来一周都有可能出现局部性的大雨 或者是豪雨 对不起 都有可能出现局部性的大雨 那特别是礼拜三之后水气会增加 那水气增加之后呢 中部地区 南部地区会有局部性大雨 特别是南部地区在礼拜三之后呢 有可能出现局部的豪雨的这样的雨势 那至于北部地区的天气来讲 就是北部 被封测的北部跟东半部地区来讲的话 就是以比较高温炎热 有午后雷震雨的天气形态 那在礼拜二之前呢 午后雷震雨的区域呢 会比较偏向在北部的山区的部分 就是在山区的部分呢 北部东半部山区的部分 那苗栗的话 在礼拜二之前也有一些 除了午后雷震雨 山区午后雷震雨之外 其他时间也有可能有短暂震雨的机会 这点也请苗栗地区的朋友们 在西南风的影响下 可能礼拜二之前会影响到部分的苗栗地区 这点也请苗栗地区的朋友们 要多加留意 那礼拜三之后呢 水气会逐渐的增加 所以除了中南部地区持续有大雨 那中南部的山区有豪雨之外 那北部东半部地区 也有可能在午后雷震雨的时间之外 出现局部短暂震雨的机会 也就是说礼拜三之后 虽然北部东半部还是以午后雷震雨为主 但是其他时间 降雨的机率也会稍稍地提高 这个是在降雨的部分的提醒 那我们刚刚提到温度的部分 就是要注意被封测的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那今天全台来讲温度上来讲 不下雨的时候呢 其实还是温度上来讲是比较偏高的 各地的高温可以来到33到35度这样的高温 27号也就是礼拜二之前 要特别留意粉风的现象 那另外的话要提醒就是风浪的部分 最近这一阵子呢 因为西南风的影响 所以在我们的西北侧 台湾的西北侧跟台湾的东南侧 风是比较强的 那特别是今天在我们的北部地区 基隆北海岸跟我们的东南部地区 还有可能出现九到十级强阵风这样的强度 那未来的一段时间 台湾各地的沿海的风力 其实也都是比较偏强的 另外的话 今天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 恒春半岛跟蓝雨绿岛 还有长浪发生的机会 所以未来这一段时间呢 在海边活动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 那以上是今天最新的天气预报内容 谢谢大家